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子川晶宇 終於到了2015年年度 我最喜愛角色投票活動 今年會是誰獲得這份樹隆呢 讓我們歡迎 今天的第一位參賽選手 葡萄色肌膚加上美妙的身材 全身散發出高雅的氣息 令人難以接近 讓我們歡迎 月珍與娜娜 緊接著第二位入場的選手 什麼 竟然是他 不管哪個時期 都陪伴在我們左右的最初夥伴 沒有他的代理音就沒有我們 讓我們歡迎 前置選者 賈諾阿斯 呼呼呼 夥伴們晚上好啊 今天的登場是 歐多 並且著以極之力獲得 神地守護者的認可 並且繼承費雷生前的巨劍以及鎧甲 讓我們歡迎 凱旋女皇 是 蜜蜜蜜 這裡是不是有點熱啊 接下來 是我們第四位參賽選手 有著天真無邪的臉龐 手裡卻拿著雙槍 就連大野狼都得乖乖聽她的話 讓我們歡迎 紅毛火槍手 跳了死 不把票投給我就在你身上開動 緊接著是我們最後一位的參賽選手 總是戴著面紗讓人難以捉摸她的表現 究竟是忠惡還是害羞呢 我們歡迎 智慧者 阿特拉 哈希斯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參賽選手們 來請各位召喚師把手中神聖的一票 投給自己喜歡的參賽選手 經過了漫長的等待 終於來到這個時刻了 今年的優勝將會是誰呢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揭曉 今年的優勝則是 今年的優勝 噢噢噢噢噢 真沒想到是老福得獎了 噢噢噢 感謝各位夥伴們的支持 回來也讓我們一起奮戰吧 終於可以休息了耶 啊桌上怎麼有那麼多好料 啊旁邊還有一封信 該不會是遺漏那個傢伙吧 我看看上面寫什麼 吃飽好上路 臭小子 什麼吃飽好上路 不夠就看在他帶那麼多好吃的混上 這一次就原諒他 我先來嘗嘗這道 辣炒史萊姆好了 吼吼吼吼吼怎麼那麼好吃 感謝各位的收看收聽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神魔之塔官方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是子川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